在话题一段年看的就是民众党了 现在是持续的深耕地方 那么不分区立委黄国昌 则是举办了聆听事者生意的活动 当然他的下一步也是备受关注 日前他就已经宣布了 他跟这个民众党签了所谓的两年条款 还说这个2026年的县市首长大选 他有意参选 目标外传有可能是新北市长 不过针对这样子的传言 他今天就说了 现在来谈真的太早了 他要先在国会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好那么目前呢 关于他是否要争取所谓的党团总招 他说一切都等2月1号再来说 一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黄国昌周六举办活动 跟小丑们近距离互动 而国昌老师重返立院后的动向 也备受关注 不当副院长 但有没有机会当民众党总招 黄国昌话没说死 只不过先前确定签下两年条款 还自破要为县市长大选做准备 除了这场小草见面会在台北之外 其他场都在新北 党内指定的负责区域 也在新北就连服务处 服务处采进新北大本营 与外传2026年 黄国昌有意挑战新北市长 不谋而合 在2026年的新北市长选举 就是您不会缺席 我觉得讲这个太快了 那至于说2026年的布局 我想台湾民众党 柯文哲主席 一定会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那等到成熟的时候 再会跟大家报告 把球丢回给党主席柯文哲 未来是否挑战百里侯 黄国昌留一手 只强调选民服务一定会有 至于何时决定再上层楼 还要等待时机成熟 华视新闻张志愿 潘育权 Turz World